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当然开车的有没有一种腾云驾雾的错觉 这种感觉家住浑南两岸的朋友是最明显的 这是我们家住浑南的一位观众朋友在自个儿家17楼拍到的 看 对面20多层的高楼就露个尖 这底下10多层全被雾给遮盖住了 云雾慢悠悠的在这楼体间环绕 宛若仙境一般 朋友圈里还有人分享在雾里边开车的走路的体验 湿气是扑面而来 伸手一抓好像能转出水来 受大雾的影响一早省内部分高速公路临时封闭了 陶仙机场飞机也是没有办法起落 造成部分航班的延误 上午10点大部分高速站才正常的恢复了通行 那这场大雾细分的话叫做平流雾 冬春两季时在北方比较常见 只要暖湿空气遇到冷地面 再加上风的助力 就会出现那种就像沈阳这两天看见的这样的天气 那刚好赶上啊 这两天呢 沈阳的天是这个状况啊 就形成了平流雾 也给大伙提个醒 雾气和水气往下一落都黏到地面上了 这路上容易湿滑 所以呢 咱们开车的一定要减速慢行 注意安全 长走沈阳工农桥的朋友要注意了 工农桥的改造工程近期即将启动了 那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大伙得绕行了 另外 工农桥怎么改 当初是出了四套方案 供大伙参考和选择 那最后是定了哪一套呢 具体又有哪些细节呢 今天啊 咱们生活导报的记者也给大伙带来了答案 推出了这个工农桥 也就是南京桥的一个改造的计划 在计划中呢 我们看到了四个方案供大伙选择 那今天啊 咱们这个南京桥的改造工作呢 也是传来了新的进展 针对本次桥梁改造 相关部门当时设计了四种方案 方案一叫焕燃新生 方案二叫钟灵玉秀 方案三抚琴腰跃 方案四锦跃盛世 这一次改造是在市民推选出的方案四 曲线钢箱梁桥锦跃盛世上进行优化 人行桥在东西侧对称曲线布置 平面形似涌姿雄然的尽力 在方案中啊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 方案一到方案三呢 都是西侧设计的人行桥 东侧设计的景观桥 那不同的是这个桥的形状和材质 方案四呢 就是在技术上抛开了地铁四号线的一个影响 在原来桥梁的基础上 新建机动车道 并且在两侧建了这个对称的慢行道 那其实呢 据了解虽然这一次是选择了方案四进行一个改造工程 但是实际上最终的效果可能会比这个方案四还要好 那给大伙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方案的效果 大家能看到 在这个车行道 也就是这个机动车道的两侧呢 是慢行道 但是最终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给大伙这个出现的这个工程图啊 我们两侧呢 是出现了一个锦里的形状 看起来也是比之前的这个效果要美观了很多 改造后 由原有的双向六车道 改造成双向十车道 极大提升了车型的通行能力 同时新建的独立慢行桥 给市民出行 特别是行人和飞机出行道的出行 增加了舒适性 对市民观赏一河两岸的景观 更加惬意 据了解啊 最终呢会在我守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西幅桥上啊 进行一个拆除重建 那在东幅桥上呢 将是一个改造的一个工程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桥的左右两侧呢 还会分别建两座的这个人形的慢道 那最终呈现的效果呢 就会是 实际上是一座桥 但是它们却是四座独立的桥 合并在一起的 为合理组织车辆分流绕行 将现有的工农桥高峰流量 7600辆每小时 削减至12米双向四车道 可承担4500辆每小时左右 将封闭南京街至二环路 木须叶立交西向南出口 及南向西入口两条定向杂道 原二环路与南京街西向南 南向西往返于铁西 于宏和长白地区之间的转换交通 可通过二环路至胜利大街绕行 同时 玉平路从文体西路至南京阶段 调整为东西向单行线 禁止西向东一切车辆通行 方便南京街车辆 经玉平路绕行胜利大街 大伙都知道 这个功能桥也就是南京桥 其实在沈阳可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一个重要的通道 它的北侧是通往 这个黄寺和黄孤区域 南边是通往了苏家屯区 和这个长白区域 那其实为了尽快地完成工期 也为了让这个附近的居民 能够出行方便便利一些 其实它的工程改造 也是分为两期进行 交通条流方面我们分两期开展 一期我们先封闭西湖桥 对西湖桥进行拆除重建 在东湖桥上实施双向四车道通行 同时呢 我们将封闭北岸的长白 与铁锡和鱼虹的互通双向杂道 在西湖桥建完之后 打开西湖桥实施双向五车道通行 同时我们封闭东湖桥进行改造 原封闭杂道将依然封闭 再来说说沈阳地铁的最新进展 二号线南沿县的神本大街站 最新顺利竣工 二号线南沿县一标工程 全长3.366公里 包含一站两区间 沈本大街站全运路站 至沈本大街站区间 和沈本大街站 至高深东路站区间 沈本大街站是 一标工程里最后一个竣工的工程 建成之后 沈阳北站和陶仙机场 就形成了一个交集 以前去机场 咱们要么打车 要么大巴轻轨 但以后呢 坐完地铁倒飞机 下了飞机坐地铁 轻轻松松搞定 昨天2022年 全国健身我行动 全国社区运动会 辽宁赛区活动 在沈阳举行启动仪式 那社区运动会 还是全国性级别的 这真的是头一回啊 这样的运动会 有哪些项目呢 多大岁数的居民让报名呢 还有孩子坐火车有优惠 是按个头算 还是按年龄算 相关归程也即将发布 一组资讯马上了解 全国社区运动会 倡导零门槛与林俊梨 在赛事安排上 强调易于开展 丰富有趣 有广场舞 轮滑 气牌球 揉力球 橄榄球 等比赛项目 对参赛人群的性别 年龄 职业均不设门槛 比赛场地要求融入社区 加门口参赛 截至目前 已有30个省份 申报成为首届 全国社区运动会的 承办赛区 总共将举办150余项 近万场赛事活动 预计将吸引 50万以上的 健身爱好者参与 明年1月1号起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正式实施 规程针对儿童票销售标准 区分车票实名制 和非实名制的情形 分别按照年龄 和身高标准售票 实行车票实名制的 年满6周岁 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 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年满14周岁的儿童 应当购买全价票 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 身高1.2米 且不足1.5米的儿童 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身高达到1.5米的儿童 应当购买全价票 享受免费乘车的儿童 单独占用席位时 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 即将开幕之际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金晶和四海 17号在卡塔尔多哈 正式与公众见面 根据中卡两国协议 金晶和四海将在 卡塔尔居住15年 金晶4岁是一只 调皮的男孩 四海3岁 是一只活泼的美女 她们都出生于 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 据介绍 这两只熊猫 目前只能听懂四川话 当地熊猫馆的饲养员 正在努力学习四川话 以便更好和大熊猫沟通 卡塔尔世界杯 开创了几个第一 第一次在冬季举办 也是第一次 在阿拉伯国家举办 大伙儿竟可以期待一下 这场开幕盛宴 但是大伙儿 你得准备好熬夜的心理 因为这时间有点晚 是在北京时间的 20号晚上11点开始 一共是半个小时 节目开头 咱们一直在说 说沈阳下雾了 不少人就问了 说下雾是不是预示着 要下雨了呢 这事其实也并不那么绝对 但是明天白天 沈阳确实有雨 今天晚上 辽宁西部地区率先开夏 接着降水范围会扩展到全省大部 雨量虽然不大 但是雨后降温会很明显 全省大部分地区 普遍降温4到8度 局地降幅超过10度 比如沈阳 明天的最低温度 就降到了零下2度 周日白天的最高温 只有6度 那温度回归到冬天该有的样子 大伙儿的保暖也得跟上 棉袄啊 棉裤啊 羽绒服啊 保暖裤啊 都拿出来吧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 好携带 说起这沙奇马啊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奇马 就正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 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 才99块钱 买三盒 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 这添加了益生菌 木糖醇的 山药坚果 沙奇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奇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 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搏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 沙奇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粘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清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 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奇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搏打电话抢购吧 由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联合指导 14家保险公司 共同承保 辽宁省首款省级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 汇疗保诞生了 129元保一年 可想最高达301万的医疗保障 汇疗保 低保费 撬动百万健康保障 全新守护 万千辽宁家庭的幸福生活 新闻 热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我是萱萱 说到汽车自然 大伙可能都认为 那夏天才有 其实冬季气温低 空气干燥 容易产生静电火花 这车内的橡胶塑料件 也容易老化均裂 也很容易导致车辆自然 11月17号 在大连干井子区 就发生了一起 汽车自然的事故 11月17号 大连干井子区 姚家地铁站附近 一辆SUV行驶过程中 忽然冒烟起火 司机发现后 立即停车避险 很快 SUV前机盖冒出明火 并迅速向车后蔓延 尽管消防人员 及时赶到江湖扑灭 遗憾的是 车辆已基本被毁 目前 车辆起火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小编提醒大家 气温较低的冬季 也是汽车自然的高发期 汽车自然危险 孩子没看好 也容易出危险 11月16号 河南开封 一名两岁男童 坠入13米深井 由于井口太窄 消防救援人员 无法下井救援 男孩年龄又太小 除了害怕 还是害怕 根本无法配合救援 这可咋办 危急时刻 附近一位女村民 主动请婴下井救援 虽然救援的过程挺坎坷 但最终 女子经过三次下井 还是成功将男朋友救出 三次倒吊下井 经过不让须眉 和这位大姐相比 湖南永州的大妈们 就显得有些不讲究了 最近湖南永州 一些大妈们 未跳广场舞 合力使用工具 把公共区域的停车线 给敲掉了 那些阿姨他们开出 还是蛮强硬的那种 他们后面好像是 把那个地方 喷了些油漆在上面 好像市政公司 都把那些圈 竟然重新换掉了 停车是可以停 但是那停车位没有了 现在他敲掉那个停车位 真的是不应该 毕竟是公共场合吧 这大妈们态度还挺强硬 为了跳舞 我的地盘我做主 大妈们这事 您还真做不了主 当地城市综合执法局的 工作人员有话说 我们当时也是执法队员 去到现场去进行了 就是进行了阻止 以及劝导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重新 化肥化回那个车位了 对于普通市民 那肯定是要维护 我们的公共秩序 它这个是已经严重破坏了 公共场地的一个设施 前不久一天下午 安徽富阳高速交警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大货车掉落的轮胎半轴 正在高速路面上滚着 这周围还有来往的车辆 情况十分危险 民警经过进一步巡查发现 一辆悬挂着外地号牌的贯装车 正因轮胎掉落 抛锚在路边 经询问 该车当天装载了27吨牛奶 准备前往江苏省徐州市 可是在车辆行驶途中 货车左后轮半轴突然断裂 导致轮胎脱落 外星的是 突然脱落的轮胎 在高速公路上滚动席间 没有引发次生事故 民警随后协助驾驶员 做好现场安全防护 因为机械故障 无法现场维修 民警又联系拖车 将故障货车 拖移出高速道口 在此高速交警提醒货车驾驶员 今天的东北老妹带你吃 带大伙去探一家特别牛的店 一天就开仨点 那菜呢还就那么急啊 可大伙就爱去 还非去不可 去了点菜 那跟抢似的 我是特好奇啊 究竟这店里有啥呢 能让老板这么任性 又这么招人呢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店 就是这儿了 加顺大肉面 虽然说它牌匾是这么写的 但是他们家的家常菜 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地道 另外呢 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 牛在哪呢 那就是啊 现在是中午的十二点钟 他们家呢 只营业到下午的两点 就已经关门了 大家觉得任性不 那我在现场也发现了 去他们家就餐的顾客呀 可以说是不停地在往屋里进 包括门口的这个车 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停满了 那咱们也赶紧进去 要不然今天的好吃的呀 都被别人抢走了 这家店位于水阳市和平区 沙阳路和沙南路的交汇口 此时店里已经坐无虚席 记者发现他们家前台自带加热功能 上面摆满了各种米饭杀手 肉丸子 肘子 酱土豆 溜干尖等等 冒着热气的美味 让大家伙流连忘返 一时间都出现了选择困难症 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 为了能让大家吃上新鲜的美味 食材都是当天到货 菜品都是开门前刚做好的 肉得五六十斤肉 现在够个五六六七十斤肉 八点钟开始做饭 到大火都来 不圆了到到位上碗 该切菜切菜 该酱肉的酱肉 肉啊他们做肉 就怎么办工作 吃一点完了肉都好 肉好了 肉一老那边就炒菜 如果到中午就完事 炒菜不炒了 完了哈 你看咱今天来的 有的菜已经没有了 看看这个云豆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茄子呢 也不剩啥了 远一点这个盘里啊 下根咱就没看着东西 捡个茄子 捡个肉段 捡个辣椒闷的 捡两个面 有啥是啥 今天没有了 就剩这些了 有一段时间来一次 一两个月 偶尔来一次 看小菜都不错 他们家的菜牌的菜价呢 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块钱以内 像这种大肉面啊 包括这个素菜 基本上十多块钱 就能下来了 就单单啊 这个肉菜是稍微贵一点 你比方说 这个大块肉啊 是三十五 肘子呢 就是四十 那除此之外呢 像他们家的小菜 基本上就是五块钱 加顺大肉面 至今已经营业二十多年 菜品似乎没有变过 永远有炖豆角 炖酸菜 大块肉 流干姜 这些老面孔在当着你 老板苏大爷说 菜品其实也并非一成不变 保留下来的 都是顾客的心头号 试卖菜 知道吗 何必上了一种新鲜菜 我就买回来 不多 玩了四下 看看顾客爱吃 爱吃我就常做 不爱吃我就不做 就这么选 今天点点啥呀光哥 那肯定要吃个大肉面吧 再来一个大块肉 行 那我刚才看了那边 点的这个酸菜的也比较多 据说是他家招牌 咱点一个呗 行呢 够吗 你一个酸菜够吗 那再点点 六个多少 五行 他们家的每碗面里边都有 我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 六块 六块这么大的肉 太软了啊 看 嗯 像有口味的一个 虾肠味道的一个 这个辣酱啊 刚才面里边呢 其实挺鲜的我觉得 挺好吃 它外边是脆的 但是它里边这个肉特别的扎实 而且我觉得这个咸蛋也刚刚好 就是有一种特别酱香的感觉 我已经叫做叶了啊 你继续努力啊 马上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 顾客们也陆续吃完离店 前台的加热台上的菜已经所剩无几 也没有新的顾客再来 好像大家伙都知道 他们家只营业到两点 那么这么火爆的餐馆 不营业到晚上呢 老板苏大爷说 不图别的 就想给老两口 自己多留一些休息的时间 找朋友喝点小酒 打个小麻将 有的人可能喝酒不走 一马完蛋给 就要完酒还不给钱 一马我说不开 累死我了都 我说得了 我就开了两点 我把这些东西卖 做完卖完我就回家 另外一次就是 咱俩都吃着新鲜的 不能说中午上菜 下午再卖 那就完了爆吃了 我算看明白了 这就跟学霸学习是一样的 人家学习好就硬气 晚自习他就敢睡觉 别人就不行 你就说那争分夺秒的 也不一定干过人家 外人就以为 这学霸他是聪明 遗传基因好 其实人家是底打得好 反复琢磨 那是误出道了 就这样的小神殿 在水阳一定还有很多 大伙如果您知道的话 也欢迎推荐给咱们 东北老妹也去看看 是不是名不虚传 我想问问各位老铁 还记不记得 吃肉用的哪颗芽 其实这芽口好的人 根本就不会注意这种事 只有失去之后 才会意识到 这缺芽有多难受 都知道早种牙早想服务 那为啥还有没种的呢 有怕疼的 有怕贵的 其实您多虑了 沈阳康贝加口腔的资深重视专家 是每天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患者的口服问题 一颗芽十分钟就给你搞定了 舒适无痛 比拔芽还轻松 为回馈大伙的信赖 沈阳康贝加口腔联合本栏目 共同开展品牌感恩内购剂的特别活动 多款进口直体可向千元补贴 全家艾牙礼包特惠365元 全年无用 让您以内购价格享品质服务 拨打31213333预约 还能免费享受拍片检查 明依会诊及专属方案设计 技术过硬 服务到位 优惠力度还这么大 要是您有牙齿有问题的话 您要是不了解了解 真的是亏大了 咱别多说了 赶紧打这个电话吧 水流啊 白云一远走 青春的天空照大地 我看太阳升起 不饶的土地呀 花香飘万里 微风吹风的大地 烦恼已过去 啊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因为断马无法销售 今天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男款女款正品雕容大衣 免费送给您了 只要打经电话 说轻尺码 雕容大衣给您送到家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您免费领取到的 就是我们身上这件 它有男款 还有女款 可以说呀 上身效果非常的好 没有拼接 没有色差 毛料的条纹呢 是一反一正 一体压纹成型 所以啊 能够产生 自然流畅的 玻璃纹的效果 来看一下女款的话 采用的是隐形的 皮草安扣 您听一下 这扣扣死的声音啊 特别清脆 那我们在工厂的车间啊 也是亲眼见到了 这可全部都是老师傅们 手工缝制的 领口再配上 这亮晶晶的水钻 皮草大扣子 更是点睛之笔 还有雕容大帽 一体成型的 咱们的男款啊 采用的是修身的版型 整洁时尚的拉链式的设计 刀线的裁剪 都是一线 国际品牌的老师傅 才能做出这种 今年流行的 简林欧罗巴风 穿上啊 就显得更年轻 刚才呀 我们也是跟张厂长 学了一招 什么是正品的雕容大衣 来看一下细节 我直接拿一根拔针 每一根毛都 让您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这么细的针 我往里放啊 都放不进去 证明毛针是非常的厚 底绒丰厚 毛针短俏 大家看 毛绒比直 柔软亲肤 不仅仅质感好 而且啊 上身效果还好 很耐穿 好打理 穿上十年不退色 一件好雕 穿十年 免费送 仅剩最后十多件 清仓时间 仅剩最后一分钟 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登记您要的尺�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美本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去的了谈 震的了咳 震的了咳 停的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今年三月份 北京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司机 在路侧停车开门的时候 遇到一个快递小哥 骑着电动车经过 车门一开 刚好撞到快递员的电动车上了 结果是连车带人飞进了隔离带 快递小哥不幸身亡 最近这起案件被当地的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今年三月在北京朝阳区工人体育场附近 被告人冯某停车后 未经观察突然打开车门 刚好遇到快递小哥余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 车辆左前车门打开的瞬间 撞到了余某的电动自行车 导致余某连人带车飞向左侧隔离带 倒地不起 事故造成余某受伤 经医院救治无效去世 经鉴定余某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冯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经由朝阳检察院向朝阳法院提起公诉 由此案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也在法院进行中 他妨碍了我们被害人在路面上的正常的驾驶 所以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 在路上是认定他是负事物的全部责任 而我们的被害人是没有责任的 在这起案件当中 开门杀我们说过不少 旁边即使没有其他的车辆或障碍物 咱们撞一下这车门 损伤都会不小 最怕的就是旁边还有车经过 特别是大货车大挂车 这车门一掀 人一崩飞 再弹到车轱轮底下 真的不敢想 那您知道正确的开门方法吗 下面我们就去学一套 荷兰式开车门法 据说能极大的避免开门杀带来的伤害 这些触目惊心的视频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车门突然打开 对于行驶中的非机动车和摩托车会造成致命伤害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乘坐机动车人员在机动车道上 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一旦发生事故符合上述行刑要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很多人就问了 我开车坐在车上的乘客开车门引发的事故 那我也需要承担责任吗 这就要看您是否存在过错了 如果是您违法停车或者停车时没有紧靠道路右侧 就要和乘客共同承担责任 如果您是正常停车而乘客不观察后方情况 贸然开车门造成事故 就由乘客承担责任 那么究竟怎样开车门才算安全呢 荷兰地势平坦适合骑行 因此全国有超过1800万辆自行车 但荷兰却极少发生开车门伤人的事故 这就要归功于他们的合适开门法了 简单说就是下车时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 也就是左侧车门用右手开 右侧车门用左手开 这样开车门虽然别扭 但是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 头和颈部自然向外 眼部可以通过后视镜向后观察 不自觉完成这套小动作 可以很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 用靠里边的手去开车门 这个方法特别好 虽然说感觉别扭点 但是这人跟着测个身 眼睛也就会顺着往后看了 而且扭腰的幅度就那么大 即使咱去开门也就开个缝 等于说给自己也给外边的骑车的人 走路的人一个缓冲 大伙下回可以去试一试 这招我觉得挺不错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大伙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闹的 可以给我们生活导报的抖音快手号留言 或者打电话 23186789